每一种新冠疫苗主要打击目标都是病毒表面上凸起的极蛋白 病毒利用极蛋白进入我们的细胞导致感染 马里兰大学感染疾病医生吉姆·坎培尔表示 疫苗的目的就是促使免疫系统制造抗体附着在极蛋白上 它会防止病毒进入你的细胞 这就是这个神经病 疫苗专家保罗·奥菲特说 达到这个最终目标的方法之一就是注射完整失活的病毒 免疫系统会针对失活病毒制造出抗体 所以等真的病毒到来的时候 这些抗体就会发挥作用 两家中国公司正在尝试这种方法 一种更新颖的方法是使用一种不同的强度更弱的病毒作为媒介 这利用的是病毒的简单构造 病毒就是靠的基因码来复制自己 科学家移除低强度病毒内的基因码 取而代之的是新冠病毒极蛋白的编码 这是牛津大学与奥斯利康研制疫苗使用的战略 最新的第三种方式是把基因蓝图直接送入微小的脂肪泡里的细胞中 这会是莫德纳公司和合作伙伴BioNTech 以及辉瑞公司研制的疫苗的原理 没有人能保证这些疫苗会是安全并且有效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疫苗正在几万人的身上被测试 专家希望年底前能产生结果 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报